最近迈入了语迹 原本想暂缓校外教学的计划 但看着大家满心期待的样子 美术老师不忍心扫了大家的兴致 决定照常举行活动 并安排了一场博物馆写生 虽然无法到户外踏青 但难得的校外教学 仍是让大家感到非常兴奋 博物馆快到了 大家准备下车吧 哇 这栋建筑物好大哦 原来博物馆长这样啊 我是第一次来这里耶 真壮观 哇 里面也太漂亮了吧 里面好像宫殿一样 同学们 别忘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哦 仔细观察这里的柱子 是不是很特别呢 咦 怎么不是圆形或方形啊 长得好奇怪哦 嗯 周围一圈有六个面呢 没错 这间博物馆其中一个特色 就是采用六角柱的柱子建构而成 所以大家在画画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仔细观察它的构造哦 六角柱有哪些特点呢 让我们先从角柱说起 所谓的角柱指的是 由上下两个平行 且全等的多边形底面 和多个长方形的侧面组合而成 两个底面之间的距离 为柱体的高 简称柱高 而底面的面积 则称为底面积 目前我们接触到的都是直角柱 也就是侧面和底面是垂直的状态 如果某个角柱的侧面与底面不垂直的话 那我们就会称它为斜角柱 就像这样 所以六角柱指的就是 由两个六边形底面组成的角柱咯 Bingo 狐狸猫很棒哦 我们会将N边形的角柱称为N角柱 它会有N个侧面 N加二个面 二N个顶点 以及三N个边 所以六角柱会有六个侧面 二乘以六等于十二个顶点 以及三乘以六等于十八个边 没错 相信理解这个原则后 能够帮助你们更好地画出博物馆大厅的特色 哇 大家都画得好棒啊 剩余的一小时 就让大家自由参观吧 耶 我刚刚看到那边有恐龙的模型 我要去那边看 我要去纪念品店 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狐狸猫 你呢 你想去哪儿 哦 我是在想哦 刚刚大厅最旁边的小房间 里面的柱子用了特别的花砖装饰 不晓得这么大的柱子需要用到多少花砖呢 这很简单 我们只要求出侧面的表面积就可以了 要怎么计算出侧面的表面积呢 你看 我们可以把六角柱展开来变成这个样子 六角形的周长就是四边形ABCD的长 柱高就是四边形ABCD的宽 所以只要求出四边形ABCD的面积 就是侧面的表面积啦 哦 我来看看 这边写六角形的边长为15公分 高为300公分 然后 然后 我们先来求四边形ABCD的长 等于15乘以6等于90 所以长乘以宽 等于90乘以300 等于27000平方公分 原来如此 但 我还是不知道他用了多少花砖啊 只要再计算出花砖的面积 用侧面的表面积 除以一片花砖的面积 就可以得到答案啦 你看看 一片花砖的边长是多少公分呢 三公分 所以面积是九平方公分 再用九分之两万七千 等于3000 哇 一个柱子 居然就用了3000个花砖 太惊人了 这是一个三角柱 底面是一个边长为 三 四 五公分的直角三角形 柱高为四公分 请问表面积为多少平方公分 答案 角柱的表面积为两个底面积的核 加上侧面长方形的面积核 底面积等于2乘以括号 二分之一乘以三乘以四 加上三乘以四 加上四乘以四 加上五乘以四 等于12加12加16加20 等于60平方公分 狐狸猫 你看 旁边那是什么 什么什么 哇 好多线稿哦 这是博物馆设计图哦 通常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 会把每个元素一一拆解 设定 确认自己的想法完整 没有漏掉该注意的地方 刚刚我和小树娃聊到的 六角柱展开图 也在这上面耶 竟然连其他被淘汰的设计图也有 我看看 这是我们常见的四角柱 嗯 也没有不好看 就是普通了一点 就连体积也有列在上面呢 如果没有写在上面 我们也可以计算出体积吗 只要知道底面积和柱膏 把两个相成 就可以求出角柱的体积咯 以这个被淘汰的四角柱为例 底面为边长15公分的正方形 高为300公分 所以 我知道 先算出底面积 等于15乘以15 等于225 再把225乘以300 等于67500立方公分 没错 狐狸猫真棒 还记得刚刚的三角柱吗 底面是一个边长为 3 4 5公分的直角三角形 柱高为4公分 请问体积为多少立方公分 答案 角柱的体积等于 底面多边形的面积 乘以柱膏 底面积等于2分之1 乘以3乘以4 等于6 所以 6乘以4 等于24立方公分 今天的博物馆写生 是不是很有趣呢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 今天学到的三个重点吧 N边形的角柱 称为N角柱 它会有N个侧面 N加2个面 2N个顶点 以及3N个边 角柱的表面积 等于2个底面积的合 加侧面长方形的面积合 角柱的体积 等于底面多边形的面积 乘以柱膏 了解这些基本概念后 我们就可以玩出 更多复杂多边的造型了哟 偷偷告诉你 博物馆之旅还没结束哦 让我们往下个单元 概念直角追 看看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